字幕提供 結果聖結石就這樣攻下新歌盤盤前兩名了 說真的還蠻意外的 謝謝聖粉們的支持啊 首先先解釋一下嘴這個字 根據網友對於這個字的解釋包含 嗆人、罵人、批評、說嘴 但在這首歌裡面呢 這次比較接近我真的不想要講耶 就是真的不想講的加強版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首歌 在音樂上的五個小彩蛋 我們開始囉 打從前奏開始的時候呢 就充滿粉紅泡泡的編曲 會讓人家誤以為這是一首甜蜜的新歌 直到副歌、聖結跟嘟嘟的表情開始崩壞 才發現原來這是兩個人在吵架 如果你把歌詞的順序調過來看的話 會是長這個樣子的 你會發現 男女打從一開始就在抱怨了 男生說 都敢明白了啊 每天在你上下班 你是不會自己做絕育喔 女生說 每天吃飯有做家事 生活呢都不能簡單一點嗎 戴耳機聽的話應該蠻明顯的 這句話比較小聲 而且位置不在中間 而是從兩旁發出的立體聲 這其實是女孩心中的OS 表示男生自從交往後 就很少牽起她的手 很少單純的散步了 喔天啊我看到這個 我以為是弓箭手你知道嗎 正常的琴弦應該是這樣子的 我們比對一下 嗯 弦距過高可能是因為 樂器琴頭項鍊彎曲所導致 不過這個距離好像可以 塞一瓶利盾奶茶了 這三個詞彙呢 是來自亞洲統神的一支宣導廣告 我們請他為大家說幾句話 尊重 包容 友善 拒絕謾罵與人生攻擊 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有熟悉電競實況的朋友應該知道 亞洲統神非常的會嘴 所以歌神是帶著一種 我明明就在嘴 還要說自己尊重友善又包容 大概是三分零六秒左右的合音裡面 聖傑偷偷罵了一句Fuck 這個充滿利於美的聲音 一魚到處的對老婆的愛恨情仇啊 以上就是這次分享的五個小彩蛋 無論你原本是否知道 都謝謝你願意點進來 了解這首歌曲背後的創作故事 我在網友的回覆裡面 看到了一個很酷的生分析 額外跟大家分享 我是不太確定 聖傑的髮色有沒有經過這個設計啦 不過這個結束我覺得超酷 那提供一下第三首的花絮照片好了 那就請大家期待6月9號 我們的第三首歌曲 根本就不會再見面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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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